字幕提供 丁姐妹很快開始今天的分享 在開始之前請幫我們做幾件事 這是一個很好傳呼音的方法 首先先幫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而且把它分享出去 這樣很多人就會看見這個很棒的講道 對不對 還有就是幫我們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最新的影片你就會最快看到 還有如果你覺得我們講話講太快 請再設定這個地方 把它變慢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調速度 調慢我們講話就會變慢 如果你觉得太强 你就把它调扣 我们讲话就会变快 无论如何 愿上帝祝福你 好 很快开始今天讲到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谢谢你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谢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 主要你的爱临到我们 让我们在爱里面不惧怕 因为我知道神无条件地爱我 所以上帝会为我预备各样的安全 主要你引导我们弟兄姐妹 在现在这个洪水泛逸之时 主要我们宣告我的神 人就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并且我知道主要引导我在对的地方 去做对的事遇到对的人 并且不去任何不对的地方 碰到那个不对的人跟事情 主要谢谢你 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 尽好我们与你同工的 该洗手的洗手 防疫的防疫 口罩的口罩 该待在家里待在家里 该怎样就怎样 主要该吃一些维他命等等的 主要你就保守我们 主要该喷酒精的 该量温度的 主要保守每一个人 主要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就如同那个把水变酒 你要我们把水咬出来 然后水变酒 我们有上帝的神迹 骑士保护我们 但是我们也与神同工 做好我们该做的 然后我们会看见灾难远离我们 主要像那棵树 栽在溪水旁 暗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主要即便是干旱 无水很紧急的状况 我们在溪水旁 我们人就叶子也不枯干 方木所做的竞斗顺利 主要帮助我们 由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主要也分别为圣孩子口 跟孩子的心 如同你已经做成的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主耶稣这么爱我们 主耶稣谢谢你 如此荣耀 如此至高 如此完全掌权 而且爱我们 奉神祷告 阿们 好我们来念第一个经文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请念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若因一人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这个一人是谁 这个一人不是绿豆 也不是称义的一人 他是亚当 没错 如果因亚当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你看大家都说亚当 那夏娃呢 你们想为什么他都讲亚当 不讲夏娃吗 第一个吃的其实是夏娃 在伊丽园里面 第一个吃的是夏娃 那时候还没事 夏娃找他老公吃 他老公如果说 他马上 你这个女人 不要不要这样 他马上拥抱他的太太 老婆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 我没有好好陪你 所以你无聊到去吃那个果子 对不对 好我不看电视了 我最近在追剧 是我的错老婆 没有来 他就拥抱他的太太 跟他讲 亲爱的太太 上帝说我们不可以吃这个果子 让我们就找上帝跟他说对不起 然后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你现在就不用承受这一切了 你就不用承受这些什么 什么新冠病毒 然后这什么 这压力什么 对不对 老公就 因为老公是老婆的权柄 对不对 那就带他去 就没事了 可是 我们的亚当先生 听他老婆的去吃了以后 那罪就领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人就都犯罪了 因为第一个人是亚当 对不对 然后亚当 亚当其实就是 这个字就人 知道吗 好 所以亚当就犯罪了 所以我们从来 圣经上后面 当然前面有讲虾话 后面都没有讲虾话 犯罪是亚当犯罪 所以 这也同时说到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 你现在为什么遇到这些事 有人会说 这是不是上帝要加给我们的灾害跟疾病 是不是因为人犯了罪 所以上帝要加给我们 你其实事实上 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确实因为亚当犯的罪 诅咒进入这世界 否则以前是没有 没有这些事情的 你知道吗 以前的狮子是不吃人的 以前的蚊子是不咬人的 我昨天还在被蚊子咬 不是什么 什么玉山下雪 十几度 现在真的是主啊 真的是 好了 你知道日本还下雪吗 我今天早上来看日本东京还下雪 三月雪 过几天就四月雪 是有什么冤案是不是 大家新闻 那个民间故事有什么 六月雪 对不对 什么冤案 OK好 我只是跟你说 这个世界是因为亚当拥有 亚当那下巴拥有管理地上的权柄 而这个上面的亚当 这个权柄 他犯罪 所以他的权下就会受害 那有人会觉得不公平啊 那个狮子老虎也没有犯罪啊 那个狗没有犯罪啊 为什么 这个就很像是 有一个小明 小明他从小咧 就过着很悲惨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贩毒被关 他妈妈 比如说强盗被关 所以他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养他 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 所以经济上很痛苦很难过 请问小明有犯任何错吗 没有 是他父母犯了错 可是是不是他在承受 是 这就是所谓的权柄犯错下面会承受 所以要胜选权柄 对 如果你还能选的状况下 对不对 好好好 但是呢 有人就说 那我去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牧师说 如果他是权柄 要完全顺服他 如果我不怎样就会怎样 没有啊 不是这样啊 因为耶稣现在在实际上 为你背负这一切啊 你可以不用被这个东西挟制哦 你不是说 去了一个教会就永远不能换或什么 那个听起来比较像黑道 不像教会好不好 好 不是 不是说 好像什么堂口堂会 虽然有些教会叫什么堂 但不是堂口 好不好 不要怕 好 所以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要知道 耶稣我们背负了这一切诅咒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在这个世界实物上 人类犯罪 所以这世界上有一些不完美的 圣经上确实有说过 狮子跟小朋友跟狼啊羊啊 未来在新天新地都会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说 有人很担心说 那我的宠物能不能上天堂 我的宠物死掉 能不能上天堂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 新天新地是有这些动物的 那你就祷告神啊 把他带去那里啊 对不对 把他复制在那里啊 或等等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开心地跟上帝要 因为上帝超珍惜你 觉得你超重要 所以为了爱你也要爱乌及乌 懂知道吗 知道意思吗 什么懂知道吗 懂吗 知道吗 懂知道是谁 好了OK 所以你知道 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你看我们现在讲的 第一个经文的最前面 所以呢 亚当的过犯 死就因亚当做了王 没有问题吗 对 何况那些受宏恩又蒙所赐之意的 其实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一开始的亚当犯罪了 所以世界进入堕落跟罪里面 然后呢 末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降生 他成为末后的亚当 末后的亚当 为人类赎回了那一切的罪 恢复了那个关系 让我们与天父和好 我们与圣父和好 圣子和好 与圣灵和好 我们恢复了那个关系 所以事实上 我们现在 其实你要去与神同行 你事实上是带着祝福 在世界各地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 那祝福是怎样 就是我们 我们前几天 有人去我们吃饭 对不对 然后又再次发生 整个店里面只有我们一桌 然后包场 这样我想算一算 包场我大概要花二十几万 这样 就是这样啊 很蒙福啊 然后 而且那个老板也很开心 因为他已经 很久没有人 来包场了 不是很久 就是 你没有看到外面都有 大家不是什么 真员工 不是他们写 真客人 一张红纸上面写 真客人 然后写什么 进来吃个饭吧 不然你跟我都会饿死 对啊 没有 我为什么要去你那边吃饭 好了 OK啦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之前因为 亚当犯罪 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 就很像小明的爸爸犯罪 小明受苦 亚当犯罪 我们这些传下的人类会受苦 对不对 所以亚当 未来我们去天堂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去跟亚当聊一聊 这样 那个祖祖祖祖公亚当 你这样实在是 没有啦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其实不会啦 天堂是充满爱的地方 OK好 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自之意 你知道我当初读这个圣经 我就想 好以后我的孩子要叫红恩 因为我姓红嘛 对不对 叫红恩 对不对 蛮好的 那再生一个叫红恩恩吗 没有 还是红红恩 好啦 没有 就是红就是大的意思嘛 对不对 好 大恩 你知道红聚系的红聚都是大吗 对啊 好 OK 大大 所以你要压哪一边 好啦 没有 受红恩又蒙所赐之意的 所以你知道你的意是赐给你的 那是个礼物 不是你赚取的 你现在被称为义人 你相信了你就称义了 你相信了就称义了 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 在实在上又为你复活 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 你就被称为义 你就有所赐之意 你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一人 靠着耶稣在你生命中做王 你知道这个做王是与神同行的一个操练 你可以发现你带着祝福 你甚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同行 就很像耶稣曾经吩咐风和海平静了 静了吧 住了吧 止了吧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子 但是你要与神同工知道怎么去操练 那不是你随时都可以这样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这种状况 但是不是随时都可以 可是耶稣随时都可以 那就是一个你与神同行的过程 你要如何在神的话语 神的心意跟 当你感受到上帝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宣告出来的经验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们的眼神 我现在只能靠眼神了 你们还戴眼镜 有效的可以做一下吗 好 谢谢 好多了 谢谢大家 好 OK 所以这就是笑的意思 大家记得嘛 好 其实不更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 如果你在直播现场 你还是可以这样 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 OK 加拿太书三章六节请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 就是算为他的义 你知道吗 亚伯拉罕不是做得好而称义 是他相信神就算他为义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提到 第一个音信称义的是谁 其实是亚伯 因为在希伯来书有提到 有人以为是挪亚 其实可以再往更前面 亚伯是老实说 圣经上没有明说 但是我相信亚当夏娃 其实都有跟神认真悔改 有得救 只是没有明说 但是亚伯不就是他儿子吗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 爸爸妈妈应该也有相信 不然我们天堂 是不会看到他的 但是我相信亚当跟夏娃都有 但是那个圣经没有明说 可是我相信神充满了恩典 你去从他们 你知道光是旧约的那些 从亚当 然后这些名字传下来 这些名字排起来 都是一个意思 大家知道吗 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你想想 亚当会把他的孩子 取这个名字 把他孙子取这个名字 是不是他早就已经转向神了 就很像是 你知道 康熙皇帝也是一个基督徒 他还写过他的 《绝制祷告》的诗 然后还写过 《耶稣十字架》的诗 所以你就看到 康熙皇帝 在那么软弱的时候 在那么年幼的时候 能够除敖拜平三番 然后能够攻下准格尔等等的 这就是上帝介入的生命跟人生 加拉太书3-6节 亚伯拉罕姓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读到这个经文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 正如红巨蜥姓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请你自己宣告 你把你的名字放进去 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正如红巨蜥姓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相信神 这边有没有说信而受义 没有 是相信了这位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懂了吗 了解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好了 然后你也可以为 你觉得你想要为他祷告 或是你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它放进去 正如红巨蜥姓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只要相信的 这就算为他的义 了解 我们继续往下 好 耶利米苏31章31到34节 我们请念 耶华说 我要另立新约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好 这是耶利米苏31章31节到34节 耶利米苏是新约还旧约 是旧约 好 你要怎么记他是新约还旧约 简单 新约熟的 不熟就变成旧约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只会用圣经 因为有些人就 耶利米跟他不熟 到底新约还旧约 删去法 对不对 好 OK 我们简短了 耶和华说 我要另立新约 所以后面才会有新约全书 对不对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不再是一堆写出来的条文 而是在你的里头 你自己会因着你的心 而不想要去犯这些罪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你会发现在旧约的时候 耶和华 我们的主就已经直接说 我的新约就是要赦免你们的罪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新约的内容 他直接在旧约说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因为比如说 只读旧约的犹太人 他们认为我们新约 我们信耶稣的人好像是异端 因为他们觉得 弥赛亚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 没有弥赛亚要做王直到永远 弥赛亚在地上掌权 做王一千年 会 会发生 只是不是现在 耶稣真的快回来 之后他会先提 把所有的基督徒 把我们提去天上 然后过了七年的大灾难之后 我们会一起到地上 一同做王 所以这些事情会成就 好 旧约的先知 仿佛很像是 比如说你现在站在山上 你往前看 你只看得到 你可能看不到低谷的这些事情 你只看得到 比如说你现在看山 很多层很漂亮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台北市 事实上是一个盆地 所以你比如说 你从亚弥赛亚看过去 看到新店那边的山 看到林孔那边的山 可是中间那些凹下去 你不一定会看得到啊 因为被建筑物什么会挡住 所以那些先知们在旧约 他们刚刚刚看过去 他们看到了 弥赛亚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这件事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 弥赛亚先为人死在实地上 先受难 可是不是没有 旧约都有藏在里头 无论是月节 无论是玛纳 无论是比如说摩西的铜蛇 还有许许多的部分 都有藏在里头 约伯 约伯记约伯也在呼喊 他需要一位神跟人中间的中宝 就是耶稣 所以整个旧约 世上都在呼喊新约出现 耶和华说我要另立新约 所以当然后面就会有新约 可是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叫做什么 启示录 启示录的最后面说 落在这预言再加减的人 就会从生命车被删去 对不对 所以他就告诉你到这边截止 就到这边截止 所以旧约有预言会有新约 新约说到这边截止 之后都是冒名的 都是假的 比如说好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小说 比如说好 个人很喜欢看金庸小说 以前啊 现在比较没有空看 大家知道飞雪连天设白鹿 飞雪连天设白鹿就是金庸的七个小说的第一个字 大家知道吗 好OK 那这是一个笑话 顺便讲一下好 飞雪连天设白鹿是金庸七个 但是你这个不会 你一定会知道另外一个 就是哈利波特的七本的第一个字 加起来是 哈哈哈哈 这样就会记得了 懂了吗 听了懂我来讲什么吗 哈利波特的名字都是哈利波特语什么什么什么 哈利波特的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的七个小说的第一个字都是 都很好记得叫做哈哈哈哈 懂了吗 所以你不会那个飞雪连天设白鹿也没关系 好但是我讲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 射雕英雄传的人物会延伸到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的人物会延伸到以天屠龙记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没有读过也看过 看过影集吧 对不对 好OK好 所以呢 旧约有延伸到新约 可是好 如果又有另外一个人拿这些名字来写些东西 可是分明在那些小说的最后面 他已经说到这边结束了 没有 那那个就是伪作 就是脱明之作 就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任何一个人跟你说 因为他们读旧约 就很像耶稣时代新约 然后他们只读旧约 所以你不能够这样 你要跟着全能神的脚步 所以呢 现在他们又开始说 现在你只读旧约跟新约 你没有跟着全能神的角度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因为旧约有说有新约 新约说就到这里结束了 所以他们又再去写了一堆有的没的 什么什么什么假的名字 还假托什么羔羊书 那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那一切 因为新约说到这里结束了 不会再有经典了 圣经就到这里了 没有人可以再写圣经 那是他自己内部写的啊 对不对 金庸封闭就封闭了 对不对 就不会有人再写了 对不对 而且金庸封已经走了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意思就是旧约 讲到有新约 新约说到这里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再写了 那就是假的 不要买仿冒品哦 好OK 就算那个A货多项 也是假的哦 好了 耶华说我要另立新约 所以这里在旧约提到 我要另立新约 而且告诉你新约是什么 新约不再是 你要有一堆规条 你要守 而是我放在你的里头 而且我要赦免你的罪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OK好 这是旧约提到新约 然后新约又再回去 引用这个耶利敏书的旧约 来我们来念 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 请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以后就说啦 我不再纪念他们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其实他前面十六节 还有在引用该的那个经文 但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特别念 所以你看希伯来书 旧约又再次强调了 这个真理 你知道希伯来书 为什么作者不明吗 很有可能是保罗谁 可是因为犹太人 很讨厌保罗 你知道吗 犹太人很不喜欢保罗 因为他们觉得保罗 就是一个内奸背叛者 反正古仔 就是一个卧底 你分明以前 是我们这里的精英 突然跑去那边 当他们的头头 这种感觉很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决定 他不要写名字 有这种可能 然后让希伯来书 他们读得懂 但是又不要因为保罗 这个名字而受伤害 所以你懂吗 其实保罗 其实这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 重要的事情 根本不是 人有没有看见你 是只要看见耶稣就好了 就是这样 OK好 所以以后就说 我不太记得他们的罪 先和他们的过犯 所以你要知道 心悦的重点就是 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不然我们到底在干嘛 如果罪不能得到赦免的话 你们现在直播的 还给我躺着 没有啦 你知道当然大家在直播 对 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家里直播 我知道有一些教会还说 你们就算在家里直播 你们要穿上体面衣服 端端正正的做着 不可以吃 不可以喝 要专心 要分别为胜 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你不要只是 直播的时间分别为胜 我们就会在现场 都可以轻松做 来 躺着 没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重要的分别为胜 不是人的动作的分别为胜 我知道人的动作分别为胜 很多时候可以带给你 一个分别为胜的心 但是我鼓励你 你在听讲道的时候 确实定睛来看耶稣 听正确的讲道 对你好 但是你不要只是 这个时间分别为胜 你这一生都要定睛分别为胜 我宁可你 很轻松的知识 但是爱着耶稣 而且轻松的知识 知道你被耶稣爱 也不要你好像这样子 然后其实心里觉得 再半小时 牧师你不要再讲了 下话也不好笑 你赶快讲完 我要去吃饭 我宁可 你真的很饿 你就边吃吧 现场不可以 我很痛苦 你懂我意思吗 我直播就可以 好 这样以后大家还想来吗 好了 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自由 你自己觉得你要直播就直播 然后你要来现场 但是现场我们现在只开放 我们的会友 我们的会员 好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咯 但一礼书九章二十四节请念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诚 已经定了七十个期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勇意 封住意象和欲言 并高至圣者 好 但一礼书是新约还是旧约 旧约 好 旧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 但一礼 然后呢 你知道吗 但一礼书神奇之处是 如果你去查 但一礼书有很清楚的考古证据证明 它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 然后但一礼书的后面呢 把什么 南方王跟北方王打仗 然后王的女儿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的战舰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哪边联盟 通通都写出来 而且是几百年前先写下来 后来都发生了 当然对我们而言 现在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但是对他们而言是 比如说你现在写下了 在二十届以后的总统的名字 你下一届总统是谁都不知道 还二十届总统的名字 而且你知道圣经 他的神奇之处就在 他连考古都这样 我们还是定睛耶稣 你知道他们有讲到耶稣 以赛亚书在耶稣出生 七八百年以前 就写出耶稣会怎么生 会怎么死 他死的时候骨头不会断掉 然后他死之前 他的衣服会怎样 然后他会被埋葬在哪里 还有很多的细节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又有 十海古卷的证明 以赛亚书老早就预言 这个东西在耶稣之前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我现在写下 下一期的肉套号码 密封起来 拿去纯正信函 然后密封或等等 然后下一期开始真的中 那是不是就是预言 很厉害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没什么 因为人家是八百年前写的 耶稣的细节 我们这样猜好 下一届的奥斯卡 会不会办 你都不知道 现在已经到我们地步了 对不对 东京奥运 硬撑硬撑 现在还不是要延期 对不对 好下一届奥斯卡 会不会办 你都不知道 下一届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款式 他是什么肤色 然后他演了什么电影 你会知道吗 不可能知道 可是他却可以讲 八百年后的耶稣基督 怎么生怎么死 死的时候的细节各样 那就是超自然 而且我有考古证去证明 他老早就写好了 懂我意思吗 这个但以理书也是 只做编了 但以理书也是 很清楚地告诉你 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事实上这七十个七 你去排时间 你就会发现 从但以理书讲这个东西 刚好过了七十个七 七十个七是四百九十年 还有一些方法 就是耶稣那个时候 真的就是这样 好 心愿要干嘛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永义 前面的三个 止住除尽赎尽 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引尽永远的义 所以你是永远被称义 你只要信耶稣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你永远被称义 就算你没做好 就算人家不喜欢你 就算你犯了自己 犯了一些错 你觉得你定罪 自己你觉得不好 但是你人就永远被称义 这才叫做永义 对不对 还要封出义上跟预言 并高至圣者 至圣者耶稣 对不对 耶稣是不是 就是那一位 受高的弥赛亚 OK 所以几百年前 写出来的 耶稣的细节 但是这个部分是 讲那个新约的方向 那耶稣的细节 比较多在以赛亚 以赛亚书 有很多弥赛亚诗篇 都老早就定下来 你知道 他们去把那个死海古卷翻开来看 发现他们几百年前 密封的这个内容 跟我们的圣经 只差几个拼写字的错误 我平常写一封信 都常常拼错词 特别是英文 好不好 常常都会拼错词 人家那个 只是几个拼写错误 或抄写错误 那就是真真实的 考古证据证明的那一切 这是我们的 所以旧约告诉我们 会有新约 旧约告诉我们 新约 连旧约在律法之下 都告诉你 要止住罪过 要除尽罪恶 要赎尽罪孽 要引进永远的义 而你永远被称义 OK好 然后呢 我们今天会看一些 更多的有关 旧约的一些故事 我们来看 其实新约的这个身份 如此的幸福 而且连旧约全书 都有记载 在律法之前的 亚伯罕的故事 我们往下看 创世纪十二章 十到十一节请念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盛大 亚伯罕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占居 将近埃及 就对他妻子杀来说 我知道你是 容貌俊美的妇人 好 有一个地方 简单说就是 他们发生了大饥荒 所以亚伯罕 大家说亚伯罕是谁 就是亚伯罕还没改名 他之前叫亚伯罕 然后之后 上帝把他的恩典 把他的黑放进去 就变亚伯拉罕 那个黑进去 变亚伯拉罕 所以现在还叫亚伯罕 亚伯罕就去了埃及 要在那里占居 因为饥荒 然后就跟他老婆说 我跟你讲 你长得很漂亮 所以怎么样呢 来我们看 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请念 亚伯罕很担心 埃及人看见他老婆说 你老婆好漂亮 他们就会杀他 然后呢 所以他求 他太太说 我求你说 你是我妹妹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我求你说 你知道吗 我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为什么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不用等埃及人杀我 我老婆已经杀我了 懂我意思吗 开什么玩笑想死啊 OK 所以 沙拉应该还蛮温柔的 没有啦 你知道沙拉跟沙莱 沙莱是女主人的意思 沙拉是小公主的意思 也是黑风 沙莱加了黑就变沙拉 你懂吗 然后沙拉之后就给配牛排 没有啦 没有 OK好 OK 所以你要知道 这是第一次哦 我们的亚伯罕就是害怕 就做了这件事 对不对 好 然后后来当然埃及就被他带水 真的 埃及就真的 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请念 极致亚伯兰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法老的成宰 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件事把我夸奖他 框起来 大家觉得你很美 真的一定是好事吗 法老的成仆 成宰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所以我们的沙拉就被带进去 所以我跟你讲 弟兄 特别是 弟兄也是啦 弟兄姐妹们 你在家里都 蓬头垢面 然后在外面都超美的 你最需要看到你美人 是你老公跟你老婆 可是我们大家在家里都 多那样 然后他在外面都另外一个样子 到底是怎样 你是想要被带去法老那里 还是怎样 而且大家知道 一件很有趣的事吗 我们的沙拉 沙拉他现在大概几岁 六十五岁左右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六十五岁大家觉得很美 大家知道一件事 法老不是属灵的 他们信那个什么 什么老鹰头神 狼头神 太阳神 什么神 他不是属灵 看见沙拉里面有神的同在 他是看到他真的很漂亮 六十五岁 而且你们知道 姐妹们你可以是沙拉的女儿 你知道吗 你可以活在这一样的应许里头 六十五岁还很漂亮 不过之后还有一百 九十岁还很漂亮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十二章十六节 所以法老就把他的妹妹带走了 然后呢 当然就给哥哥很多的牛 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跟扑鼻 然后呢 十三章二节就提到 亚伯兰的经营深处 极多 这个极就是非常极多 所以你看亚伯兰就发现 诶 干这行还不错诶 干这行还不错诶 蛮好赚的诶 真的是 然后呢 后来又再发生了一次 来第二次到了二十章 第二节请念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 沙拉为妹子 基拉尔王 雅比米勒 差人把沙拉取了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讲细节 简单说 埃及王后来就 发生了一些状况 所以呢 当然就把沙拉还给亚伯拉罕 那时候还叫亚伯拉 然后呢 之后第二次到二十章 又一样 亚伯拉罕又称他的太太 沙拉为妹子 因为他很害怕 基拉尔王 雅比米勒 会又一样 为了他老婆漂亮来杀他 其实我跟你说啦 敢娶漂亮老婆 就有种一点 没种就娶丑一点 就不要老婆又漂亮又没种 好不好 是不是男人 真是的 像我就很有种 像是不是在夸我老婆 是不是 拐着弯夸老婆 要学习 是不是 像我这么有种的 都不怕 大家一起笑 就是要这样 有种 就 敢娶漂亮就有种一点 但就我老婆 怎样 敢死我啊 没有啦 不用这样 不要这样 这是挑衅 好不好 不然你就 娶一个 那个比较 在家里漂亮的 就好了嘛 对不对 出门都不化妆 只有在家里化妆的 也OK啊 好啦 我们继续往下 亚伯兰 亚伯拉罕 这已经叫亚伯拉罕 已经改名了 神的恩典放进去 已经叫亚伯拉罕了 嘿 放进去 他还是 有这个软弱 他还是怕被杀 所以称他老婆是妹子 这个时候 他老婆已经快九十岁了 在恩典里头 他就是可以这么漂亮 就是这样啊 你不觉得我老婆 也正在往这方向前进吗 你知道网路上 你们去Google 那个Google建议是 林湘君牧师 很多人搜寻 林湘君牧师几岁 真的 感谢主 这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耶 好 都没有人相信 当人家说 我比 就说当人家说 你比湘君牧师 小九岁 你今年二十吧 最好二十长这样了 我是二十五 我搞错啊 好了 我们继续往下 好了 二十章三节请念 但夜间神来 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 你是个死人啊 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 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好 讲个笑话嘛 这个地方 二十章第三节 是上帝第一次说台语的地方 因为他说 你这口死人 你是个死人啊 你这口死人 懂吗 因为这句话要台语说 才有feel 对不对 你这口死人 很多老婆会骂老公 对不对 好了 没有 上帝没有说台语 OK好 但夜间 但是上帝当然会说台语 OK好 而且他是在梦中嘛 对不对好 夜间在梦里 神对亚比米勒说 你是个死人啊 你娶了别人的老婆来 你是怎样 那你可能会发现 亚比米勒怎么那么长出现 他那么长寿 我跟你讲 亚比米勒跟法老一样 都是称号 所有的法老 你看摩西的时候也是法老 然后呢 现在那个 《壮世纪》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也是法老 啊怎么法老活那么久 不是 他每一个王都叫法老 法老是称号 亚比米勒也是 所以呢 亚比米勒这个 搞不好是儿子啊 不一定啦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亚比米勒有很多个 就很像法老有很多个一样 懂我意思齁 OK所以呢 那就是亚比米勒 然后呢 就是基拉尔的王 亚比米勒 就是一个称号 神就对他说 你是个死人的 你娶了别人的老婆来干嘛 但亚比米勒 其实他们是义的 神喜悦亚比米勒他们 所以神提醒他 不灭绝他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 《壮世纪》20章7节请念 刚才说什么 神第一次说台语 那个是开玩笑 可是这里 这里 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 先知这两个字 你会发现一件事 亚伯拉尔上一次在埃及 把自己的老婆 租给人家 没有啦 被人家带走 然后就拿了一堆东西 然后呢 这是怎么样 神 人就称亚伯拉尔是先知 然后他又再玩一次 你知道吗 我们先看后面的经文好了 来 20章14节 亚比米勒 把牛羊 扑鼻赐给亚伯拉尔 又把他的妻子 莎拉归还给他 好你看 他又拿了一堆 他在埃及 已经干过一票了 他现在又在干一票 又是牛羊 扑鼻赐给亚伯拉尔 对不对 然后呢 15节 亚比米勒说 你知道吗 不只给他牛羊扑鼻 还这样 亚比米勒说 看啊 我的地都在你面前 你可以随意居住 然后怎样 在第16节 他还说 我给你哥哥 一千银子 作为你在 何家面前遮羞的 懂意思吗 然后呢 果然亚伯拉尔 就为他们祷告 他们全家 就可以生育了 所以你又发现 一件事 他在埃及 已经干过一票 拿了人家牛羊扑鼻 这次又在亚比米勒 又干一票 牛羊扑鼻 而且还拿人家 而且还不只 还拿了钱财之后 还拿人家房地产 所以你挑呢 所以你挑 我跟你讲 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仙人跳 这就仙人跳啊 你知道仙人跳是什么吗 对不对 有人 有人设局吗 大家知道仙人跳是什么吗 仙人跳就是 有人设局 比如说好 那个有一个人的太太 就假装在酒吧 然后现在这个是社会嘛 对 然后男生就会把他带去 带去开房间嘛 对 然后呢 然后太太就赶快通知 他先生跟几个打手 冲进来 然后把那个人围起来 说你干嘛 你对我老婆怎样怎样 然后跟他拿钱 这叫仙人跳啊 对不对 这么赶快 而且还拿了更多 连房地产都拿了 我到现在还没看到 仙人跳有拿房地产 这连房地产都拿了 这就是专业的仙人跳啊 当然亚伯拉人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就是有这个软弱 所以就很类似仙人跳啊 可是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对不对 讲一个仙人跳的笑话 就有一对男女儿在酒店 然后在饭店就做了那样的事情 然后呢 当然他们不是夫妻 然后呢 他们就聊天嘛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 那个女生就问他 先生你做的哪一行 他就说 我做的设计的 一个月收入了二十万 他就说 真的啊 我也做设计的 然后呢 我一次大概就可以收二十万 他说啊 你设计什么 我设计仙人跳 然后人就冲进来了 都做设计的 他只是设计人家仙人跳 好OK 通常你应该 在一般社会 比较不会听到这种笑话吧 好 可是真的啊 圣经上寫 大家以为圣经 好像都是 每一个人都很圣洁的什么 这个跟仙人跳 有太大的差别吗 那你知不知道 还有人裸奔呢 以赛亚书 以赛亚裸奔你知道吗 神叫阿罗奔 然后有叫人家去娶妓女的 你知道吗 和西阿书啊 都是这样啊 圣经里面那些人 只是记在圣经里头 他是活生生 跟你一样活在世上的人 他们都是圣徒 因为你也是圣徒 信耶稣都是圣徒 懂吗 当然他们也有 他们喜怒哀乐 他们的软弱 有他们的正确 但是他们依靠着神 这一切都是恩典 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看下这个仙人跳的例子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呢 你看 所以我们的亚宾比勒 就很酸的说 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 没有啦 当然他也可能是 为了他的颜面 就说我给你哥哥 因为他在众人面前 做这件事 我不能说 我给你老公一千银子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往下 然后呢 20章17节 亚伯罗罕果然就祷告成 祝福亚宾比勒 跟他的妻子 所以他的女仆 他们就可以生育了 因为那个时候 神已经介入 让他们全部人 都不能生育 OK好 继续 20章18节 因为耶和华 为亚伯罕的 妻子撒他的缘故 果然就只 要比你家中的妇人 通通都不能生育了 OK好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 刚才20章17节提到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 归还给他 神称他 因为他是先知 大家知道 首次提及法则吗 圣经里面 首次提及 一个名词 一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它 很重要的定义 或者是 很重要的一个意思 就叫首次提及法则 你去查原文 或者是和本 都一样 来 《创世纪》20章7节 是第一次提到 先知这个字 然后我们这个先知 在干嘛 先人跳 所以你觉得 行为 但是我们脑海里面的先知 特别是旧约先知 是不是都 痛恨罪恶 然后胜过 胜过撒旦仇敌 攻克己身 叫身服务 完全每天都是 跪着祷告 然后倚靠神 想我们的耶利民 能够为了耶稣承受 当然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 耶稣能够为耶和华 做那一切 跟我们以赛亚 能够为神做那一切 你看我们所有的先知 可以放火下来 然后我们的先知 亚伯拉罕给先人掉 就这样 我们的第一个先知 出现亚伯拉罕 先人掉 所以我跟你说 你想要差别在哪里 因为在全地上 这个时候 因性称义的人 只有亚伯拉罕 跟他的家人们 那你就知道了 就很像亚宾米勒 他们是一个敬虔的国 可是上帝却惩罚 那个敬虔的国 因为亚伯拉罕做错 你感觉起来 不大公义 对不对 其实这才公义 你想要为什么吗 好 世人就算做得再好 你还是不够好 这个叫做义的标准 你唯一能够倚靠的是 神预备好的 的记 就是说 你觉得你要靠行为 做得好 才能够被爱 你做得再好 顶多神 真的认为你 亚比米勒做得很好 所以我夜间 赶快告诉你 不要犯这个罪 但是他还是得承受 他的家里面的女人 都不能生 但是亚伯拉罕 在这件事上 神又处罚他吗 你去看那个经文 前后没有 没有骂过他一句 你去看 神有没有 神有没有突然夜间显现 然后不爽 然后亚伯拉罕 你这个家伙 不是 那个是亚比米勒 突然都姓亚 都是第一个字 亚 但是亚比米勒 对不对 这就是这样啊 对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权地上 称义的就只有他 当然还有一些 跟他有关的人 或是相信耶和华的人 所以你就现在就知道 称义的意义有多么大 我不是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出去 欺负人家 你去仙人跳 不要仙人跳 我今天读圣经的感动 就是牧师叫我去仙人跳 这绝对是用撒旦来的 不可以 不可以 好 你可以笑 不要仙人跳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笑法 信心之父的信心 不是仙人跳之父的仙人跳 好不好 圣经上第一个 记载的仙人跳 所以 他是先知 所以你认为 你要多好 才能够被神爱 才能被神使用 你去查 他是不是第一个先知 圣经上第一次先知 出现在这里 可是我们这个先知 正在犯这个软弱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人就在这个软弱跟罪里面 那你怕什么 更何况 你知道亚伯拉罕 其实他因为记忆物 所以那个血暂时遮盖他 可是所有旧约新约 全人类所有的罪 事实上是归在耶稣身上的 大家知道吗 就很像是信用卡 旧约 为什么杀牛宅羊的血有功效 因为那个比如说 他们杀了那个牛羊 就可以遮一年的罪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信用卡 不像我每个月付 他们是一年一起 这样子 我们是一个月一起 他们是一年一起 每一年再循环利息 懂吗 今年的罪 到隔一年再杀一只羊 循环利息 然后循环循环循环下 也都不用付本金的 也不用付利息 就一直循环 最后 旧约的归到耶稣的十字架上 然后未来人类的罪 也归到 过去的耶稣十字架上 一起 所以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一起赦免 懂吗 所以希伯来书有提到 牲畜的血 只是暂时遮盖了罪 然后最后一起 归在耶稣的身上 了解 所以神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 比如说你现在的罪 是2000年前 耶稣在十字架上遮盖了 你明年的罪是 2001年 以前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你遮盖了 懂意思吗 当然不是转2000年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神当然可以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罪 而不是你决志 之前所有的罪 他都赦免你 决志之后就靠自己 不是啊 神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罪啊 凭什么你的决志 决定这件事 是耶稣的十字架 决定这件事啊 让神做神吧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 就想 太好 我有犯罪许可证 随便犯罪 不是这样的 你的父母对你好 既然父母会对我那么好 既然父母那么爱我 所以我就可以 随便乱花家里的钱了 还是有管教的 懂吗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算你 既然你父母对你那么好 所以你要为你的家争光啊 对不对 既然你的父母为你这么好 所以你要 既然你的天赋 对你这么好 所以你要 倚靠神 去过一个容神 一人的生活啊 但是做不到神 还是爱你 懂吗 好 OK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咯 好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请念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好OK 我们再来把这个经文再讲一次 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更何况为了那另外的 末后的亚当 你可以在生命中做 因为以前的亚当 他是掌管天地万物 大家知道一件事吗 亚当 亚当死的时候几岁 如果没记错是930岁 可是亚当存在这个世上多久 你以为是930年吗 好 我们这样说吧 我们的亚当 受灶 生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有趣的问题 亚当有没有肚脐 有没有想过这有趣的问题 亚当跟夏娃应该是没有肚脐的 因为他们不是怀胎生出来的 胎里面才有肚脐 才会有养分 所以亚当是没有肚脐的 夏娃应该是没有肚脐 但是上帝如果故意塞个孔 那也是假的 因为没有用 弄个孔可能比较好看 不然他儿子都在 爸爸那个洞是什么 戳一戳 然后亚当变胖之后 就越来越深 你懂我意思吗 亚当跟我们不同 你生出来是一个baby 慢慢长大 亚当照出来 隔一天就已经在管理世界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是跟你一样 从零岁起算的 请问他长那个样子 说他零岁是不是很可爱 我满周岁的你好 那你要抓周吗 好啦没有 所以第一 他的算法本来就跟你不一样 第二 死亡是因为罪才进入世界的 对不对 所以亚当没有犯罪之前 他是不会死亡的 夏娃是不会死亡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算过一个 有趣的东西 我们假设一天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查 我们有录这个 2.5分钟的这个东西 如果伊甸园里面 因为声音上说 那些树上都有各种果实 你从第一棵吃到最后一棵 因为神只说 这么多 这么多树里面 只有一棵不可以吃 叫做分别善恶树 不是善树跟恶树 不是说可以吃善树 不可以吃恶树 不是是有一棵树 叫做分别善恶树 然后呢 另外一棵树 在伊甸园的正中央 我们也有录这集 最中央叫生命树 神希望你吃所有的树跟生命树 只要不要吃分别善恶树 你想要为什么 因为分别善恶树就是律法 为什么要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 不是说你好像 你应该这样说 不是说好像神不要你分别善恶 不是说神不要你跟他一样聪明 你知道神 人类受造的时候 人已经非常聪明了吗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要帮所有的动物取名字 对不对 今天有一只老虎走过来 他就叫他老虎 然后他老婆就叫他母老虎 不是他老婆 是那只老虎的老婆叫母老虎 然后呢 过了两年之后 又在路上遇到他 我之前叫他什么来着 狮子 母狮子跟狮子 那这些动物会不会很错乱 怎么又被改名了 对不对 请问一下两年之后 你只见过一面的人 你会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不晓得你的现在记忆怎么样了 我今天早上有一件事 我就突然就忘记了 可是我跟你讲 那只是睡眠不足 那不是你老了 那只是睡眠不足 真的是睡眠不够 你会发现你睡眠好的时候 精神好的时候 你的记忆力跟现在是不一样 所以你还是要有好的睡眠 特别是现在你需要有好的免疫力 免疫力现在比什么都重要 比财力更重要 有钱没命花要干嘛 对不对 大家都在拼那什么力 2020年原本有一堆计划 现在通话掉 写上活着 活下来 对不对 2020年的计划就说我要好好活下来 好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亚当他跟我们 亚当那个时候的智慧跟聪明 是你难以想象 而且我问你有多少种动物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 我们现在去灭绝人家这样子 你知道光是老虎有分几种吗 你知道宽虫有几种吗 你知道各种动物有几种吗 他管理他们 帮他们取名字 他都要记得 光这件事就够了吧 你有办法记得吗 你那个圆周率可以背到多少 3.141592 9798 算了 好了 我以前还背过 现在都忘 我想要背到20位这样 很无聊 我真的背过 可是现在已经忘到一些 好 但是亚当那个时候 光是智慧就这样 而且亚当有 有很多从神来的荣耀 声音上事实上提到 人 为什么亚当那时候赤身肉体 你想要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另外的经文提到 一开始他是被荣耀遮盖的 他身上有一个上帝的荣耀荣光 然后所以他根本不会看到自己赤身肉体 你懂吗 是犯罪之后荣耀离开 所以他才开始看到自己赤身肉体 懂了吗 那要从诗篇去查经 OK 好 所以我们继续说 那个时候的亚当 前面的亚当犯罪了 然后呢 所以世界堕落 可是新的亚当 末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 他赢得了这一切 恢复赐给我们之后 我们是不是 其实最少要恢复到 一开始亚当的等级 所以奉神祝福我的 还有你的记忆力 我可以记得每一件事 常常会觉得 原本现在想做某件事 然后转头就忘记了 对不对 有些时候会 对不对 因为你太忙了 而且资讯太多了 而且睡眠不足 那如果你现在是个年轻人 好好享受这个 很棒的时间 但是也要祝福你的长辈们 他们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长辈 我只是刚好忘记 好OK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可以活在这个 原本最少最少 你回到起初亚当的等级 好不好 所以你看 好那我问你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问题 我们的亚当先生 他从第一棵树 吃到最后一棵树 我们有算过 950万年最少 然后呢 950万年吃完 每棵树只能吃一次 只要吃950万年 才可以吃得完 但我们做了一个假设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所以亚当到底几岁 我们其实不知道 他存在多久 我们不知道 只是从犯罪那一刻开始 才开始算年纪 930年 不然怎么会有死 这个概念 因为他写 亚当活到930岁就死了 所以他到死亡 930岁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死亡 散罪那一刻啊 对不对 所以地球说什么 四十几亿年 有可能啊 他可能四十几亿年 才犯罪 你以为亚当受造 然后隔天 他们就赶快去吃 分别散喝素 有人那么贱吗 对不起用这个词 有人那么 你来我家玩 我家说一切东西都很新奇 那个电动是最新的 小朋友 然后我只跟他讲 小朋友你不可以 打破那个玻璃哦 然后他电动放着不完 好吃的不吃 什么好不完 他就去打破玻璃 有人那么贱吗 对不起这样讲 所以亚当不是 立刻受造 隔一天就犯罪 好不好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好不好 但是当然多长 圣经没有铭记下来了 好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咯 好 罗马书5章19节请念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大家知道 因为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这个一个人是谁 亚当嘛 因为亚当的悖逆 大家成为罪人 照样因耶稣基督的顺从 众人成为了义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上帝你不是说 这是白白的吗 问题是 亚当悖逆 我又不接受 为什么我要成为罪人 然后呢 照样 因为耶稣的顺从 我还要接受 相信才会成为义 那你不是说义比罪厉害吗 义比罪强大吗 为什么 亚当犯罪 我也没有 我接受亚当的罪在我身上 我就得成为罪人 然后呢 因为耶稣的顺从 我却要选择 相信他才成为义人吗 我在思想这个问题 后来想到一个答案 很简单嘛 罪是什么 罪是 比如说好 罪有一个词叫罪债 罪债就是欠钱 对不对 好 比如说这样说好了 有一个人 你欠他一千万 你不承认他 你欠他一千万 他也是为了给你追讨啊 是不是 你犯了罪债 你就算不承认 魔鬼还是来跟你追讨啊 是不是 因为一个人的悲逆 众人成为罪人 所以亚当的犯罪临到你 就算你不承认 你不接受 你还是欠啊 你知道以前 以前当然现在法律改了 台湾的法律 以前没有改的时候 没有抛弃继承的时候 你父母的欠债 你不抛弃 会直接临到孩子身上 你知道吗 你什么事都不做 你就欠钱了耶 因为他是你爸妈 就一样啊 然后他说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可以 你在那个时间内 你赶快抛弃 可是你又不懂 因为小孩不懂啊 对 所以他就这样 后来修法了 懂我意思 所以简单这样说 你欠的罪债 你就算不主张你欠的 你还是会被追讨啊 可是反过来讲 上帝耶稣基督 为你成就了 这一切的顺从 使你成为义 义就是我给你一千万 可是你不接受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有一千万 你就不会去银行领 你就不能用啊 懂意思了吗 所以你欠罪债这件事情 你会被追讨 因为你是被动的啊 钱给你 我给你一千万 我给你一百亿 存在银行 你不去动 你还是没有啊 你首先你要相信 你有这个钱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会一千万给你 你会相信吗 不会啊 我不会啊 我不会做这种事啊 对不对 好 假设你就算真的看到了 我会一千万给你 你还是可以不相信啊 该不会先人跳吧 为什么 亲恩的一切都 我牧师不会做这种事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上帝给你这一切的祝福 你要相信 接受才能够拥有啊 我给你 我会一千万进你的户头里 你不相信 你根本不会去领啊 你就算相信了 你也要 你也要去银行 才能领得出来吧 对不对 还是你自己用印表 自己可以印 有的话教我一下好不好 好了 开玩笑不可以 那是违法 懂我意思吗 所以 这不是代表 罪比义强大 而是 罪本身就是一个 追讨的概念啊 所以你的罪一直一直不断的被追讨 简单像说 我们用一个工作的生活了解就好 你出货给客户 然后呢 如果都做得好 也就不会怎样 可是你做不好 他一直追你 一直追你 一直追你 你是做设计的 我是说真的设计 不是先人跳 又来了 是做文书设计的 或是商标设计的 你没做好 你的业主 是不是一直打电话 来追着你 追着你 因为你没做好 那是一个债 对不对 最债 对不对 可是你做好 做好要领钱 你不去他才不会给你 你不去勤款 他才不会给你 懂吗 对不对 他会主动会给你吗 不会 你要去送发票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去主张宣告 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义 你要来宣告 要来承认 要来相信 要来常常 要来相信 因为特别加上 你生命中还有罪性 我们的身体里面 为什么你会死 你知道吗 你这个身体 为什么会死 因为导我是有罪性的 所以你要去 不断的宣告 主张上帝 已经称你为一 而且相信 而且宣告 活在这里头 然后用你的嘴巴 说正面话 这些事情 才会彰显出来 懂了吗 那讲那么多 简单说一句话 你欠钱人家 一定会追你 你有钱 你还要去领才能用 了解 就是这个意义 懂我 我们继续往下 如果你不懂 我在讲什么 没关系 你就是单纯的知道 你是诚意的 也可以 我们继续往下 哥林多后书 十章三到四节请练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阴类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你不是靠着你这个身体的血气 流血啊 气啊 就是你不是靠这个身体去征战 其实这边在讲 新约的属灵征战 我们新约的属灵征战 不是好像很血气的 靠着这个肉体 血气的去那个 甚至于不是很血气的去祷告 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才说到 某一个牧师 写了一个信 说什么什么 因为他在做什么 很伟大的工作 所以什么 所有的偶像 什么魔鬼 什么妙宇都在攻击他 请大家为他祷告 我觉得他的耶稣 跟我耶稣好像不大一样 我记得我的耶稣超级大 仇敌看到我们害怕 而不是我们要挣扎的 抓住耶稣才不会被打 你知道吗 恩典跟律法的差别是 在恩典里头 你可以何等的安息 在以前恩典律法的混杂 就是我知道耶稣很大 可是如果我犯罪了 我就会被打 当然你不要因此 故意去犯罪 可是你知道那个差别 是你里面耶稣到底有多大 你真的知道 在里面比世界更大吗 还是你只知道 这个经文你没活在这里头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们与神同行 但不试探上帝 比如说有人会说 好 所以你看牧师 你不是常常宣告 那个五千灭人的毒病 什么瘟疫都不临近我 对不对 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 我宣告我相信了 所以我不用戴口罩 我是这样吗 所以我不用喷酒精 所以我不用防疫 反正神会保护我 是这样吗 好 那这样好了 神感动你来教会聚会 你也顺服决定要来教会聚会 所以你看这路上都闭眼睛开 你觉得这样会怎样 第一路上不要因为你死几个人 第二你大概也活不下去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神真的跟你讲要你来 你有神的话 难道你不用尽自己该尽的责任吗 你开车要不要睁开眼睛 不只要睁开眼睛还要专心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说 因为我有神的话 所以我可以必然很紧开车 反正一定平安的 神叫我坐都没事 不是嘛 对不对 你要与神同工啊 我们再强调一件事 我们不是什么刀枪不露 神功护体好不好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与神同行 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你脚踏实地的踏在地上 但是把天堂带到地上 你现在还没有活在天堂 如果你相信错 你闭着眼睛开车 你很快就会去天堂 但是我希望你不是用这种方法去天堂的 懂意思吗 好 你知道一个笑话跟天堂有关 那个时候他们去击杀兵拉登的 那个部队的一个重要的长官是基督徒 而且很前身的基督徒 然后他们记者就去访问那个基督徒长官说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 但我知道你们任务是要杀兵拉登 那请问一下 身为一个基督徒又要爱人 你如何能够爱兵拉登 祝福他又不杀他呢 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他说是这样的 身为一个基督徒我确实爱他 身为一个假设在海报部队 身为海报部队的指挥官 我确实需要杀他 所以我最后祷告之后 我决定 安排他尽快与上帝见面 我响响他 他马上就跟上帝见面了 对不对 那上帝自己决定他上天堂下地狱 懂意思吗 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好 所以比如说 有两个基督徒他们都去拳击手 他们都祷告 主耶稣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得胜 总会有一根营嘛 对不对 或顶多平手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上帝有说 你每一个祷告我完全给你吗 你要读圣经 你要去了解 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 你祷告上帝给你这件事 上帝不一定给你这件事 但是他永远给你的旨意是最好的 懂意思吗 两个拳一手都祷告说 绝书求你让我赢 那结果祷告赢的那个 赢了那个当然就要主 谢谢你承受这个祷告 书的那个呢 上帝会万事互相效力 也许透过这个书你发现 你的技巧哪里不够 你的生命哪里不行 然后你的技术哪里不好 你修正了之后 带给你后面连续的不断移 你后来成为世界全王 那你觉得那场赢 那场赢 结果你就一直不断地骄傲骄傲 最后发现在关键的比赛上 你输了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真的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神真好永远好 这个翻译实在 好了 任何时候神都是好 在所有这些事上 他都是好意对你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瘟疫是不是神 加给那些不幸的人或什么 事实上是因为亚当犯罪 所以这些事会发生 可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是 我们祷告主啊 你让疫苗赶快出来 主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大家 在上帝的恩典里头 然后保护大家 如果生病赶快好起来 然后越少人得病越好 然后祝福我们的长辈 特别是祝福我们的长辈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的责任是把世界 我们是做工作 我们为这世界祝福祷告 不要再去定人家的罪 我问你今天有一个没信耶稣 你刚才讲 我给你拿新冠病毒 叫你犯罪了 可恶了 你赶快信耶稣 竟然会信才怪 这样不打你 对你就偷笑 你以为这样算殉道吗 这样叫做托管闲事 这叫愚蠢好不好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说 牧师有时候讲话 那个表情很机车 故意的让你感受 这是为了讲道 好了 你懂我意思吗 平常是一个非常 温文如雅的好人 风流倜傥这样 我不会那么机车的 OK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绝对不是要去定人家的罪 你要在恩典里 你要带下好消息 你要爱人 你要帮助人 这边提到 新月属灵征战 你看这边提到 攻破坚固的银垒 对不对 在神面前有能力 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 好 十章五节请念 OK好 这边提到 十章三到四节提到 我们在讲的是 新月的属灵征战 你不用在恩典里 你不用担心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魔鬼邪灵 什么反扑 你根本不会 应该是这样说 你要在上帝 感动你做的部分做 而不要超出那个界限 比如说 你觉得心里面 有感动要祷告 要特别是 比如说这种属灵征战 祷告 有感动你就做 你在发现路上 有一些 其他人在拜他的东西 你就是祝福他 你没有一个特别神 要你去做一些 属灵的征战 或什么时候 你就是奉许祝福 神的爱神的光 神的祝福领导 神的爱神的光 神的祝福 你就是单要祝福 不要诅咒 对不对 然后你祝福 其他那些东西 祝福他们来相信 耶稣来认识真的 而不要去 没事去乱给他 打那些征战 但是如果神有引导 你就是另当别论 懂我意思吗 这是属灵征战一个东西 OK好 所以你不要乱去 但是如果他影响到你 当然可以 但是他那个影响到你 就要去了解 比如说 你在睡觉 旁边那个 那个人很吵 那你怎么样 你确实可以 奉许祝福 你们不能再吵 我要捆绑 然后抵挡 因为他攻击你了 了解 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人家如果那个 没有怎样 他有他的信仰自由 你要做的事情 是祝福跟爱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 除非神有特别高 你去做这一块 那另当别论 OK好 这是属灵征战 再来强调 再讲到一件事 新约的属灵征战 在心思意念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我今天上来讲到之前 我确实 我就会有一些 让我烦 或是难过的感觉 丢到我里头来 那突然间出现 你要懂得去判断 你会突然有一个念头 那个念头会是沮丧的 难过的 低沉的 或是什么 而且它突然出现 大部分那就是 圣经上说的 抽屉的火箭 射给你 或者是你突然会觉得 看到一个人 或者是看到一个 比如说 你知道我们在做一些 我们在做这些事 我们帮助很多人 可是呢 有一些人 他们 我不晓为什么 你知道这世界上 酸民真的很多 这真的是酸民酸道 我都不晓得 你知道有一个词 叫键盘侠 有听过吗 键盘侠就是 在键盘上面 很像很侠义 好像很厉害 这样子 你真的 真的本人根本 你知道吗 大家都敢在网路上 用键盘 踏伐那个人 你有种当面 跟他说他不对啊 这些人当面 都一定不敢讲话 对不对这样啊 可是说真的 圣经上所有事情 你处理一个人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跟他有什么嫌隙 你私下先跟他谈 当面谈 而不是在背后 讲他怎么样 不行 带两三个弟兄姐妹 去跟他谈 再不行的话 去跟权柄 牧师谈 然后之后 再来处理后面的部分 懂我意思吗 但是 你会突然有这些想法 就是一个念头 一个想法进来 球迪事实上 是用一些这种 心思意念的攻击 因为心意念 他只能这样攻击你 他能不能 直接让你车子坏掉 他没有办法 直接让你车子坏掉 可是他可以 一直丢一个念头 告诉你 你的车子会坏掉 你的车子会坏掉 然后你开始宣告了 相信了 嘴巴说了 就会发生 你知道我们以前 刚开始 那个时候什么 是20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跟权柄牧师 我姑姑住在德国的汉堡 然后呢 他规划成为德国人 那时候我们去找他玩 因为我2004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去念圣经学 去之前 然后呢 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 德国的高速公路 是无限速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租了一台 奥迪的车子 还不错 还蛮大台的 然后我就开 我就开跟旁边 一样速度 然后我就 180 好害怕 然后速度感很害怕 然后突然 一台法拉利 就这样不见了 我开180 那他才开300吧 我猜 OK好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我发现 我开180的时候 我开始 一直听到一个声音 你会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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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 我还不懂这些 我还没去念圣君学院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开始放诗歌 敬拜 可是那念头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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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所以我就做了一件 非常有智慧的事 开一下交友道 交给乡君牧师开 好 他技术比我好 大家 大家要知道 乡君牧师 怎样最少 比我多开九年的车 对不对 是不是 而且我那个时候才 那时候几岁 不重要 重要是那时候 我开也没几年的车 乡君牧师可能是 有开我两倍的经验 而且他是18岁 就在开车的人 好 感谢主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交给乡君牧师开 然后开开开开 他也开始听到 会撞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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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后来开开 他又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 开下去之后 把车交给我表弟开 好 表弟不是基督徒 他就开开开 他才刚拿到驾照没多久 对不起 那时候还不懂 那时候还不懂得抵挡 然后就开开开 因为他是第一次开的人 他第一次开长城 我们从汉堡开去慕尼黑 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没有很久 你开了两百只要五个小时 懂吗 好OK 然后就开开开 然后呢 如果你开比较久 你的经验 你会知道 如果当前面一整排车子 都是红色 或是那个一定是要停 对不对 可是我表弟呢 因为他从我们一个山坡 上去下来 他看到前面都是红色 然后呢 他以为那些车都在动 所以他就没有减速 然后 等他发现那些车没在动的时候 而且最气的事情是这样 通常最后一台 你要按那个故障灯 那个三角形 因为前面停的时候要按那张 那交通柜子写的 那个人没按 然后呢 我表弟很快很快很快去的时候 那个人反应超快 赶快闪到下一个车道 犯错那个人没有按 他闪到下一个车道 我们就撞到倒数第二台车 可是呢 因为那车还蛮好 他就给他踩死 然后就 然后最后 然后我表弟 其实反应还蛮对 他往左边 因为我们在那一件车 他往左边 所以我们左边就 我们左边可能靠到里头 我们的右前的那个 右前方撞到那台车的 左后方 好OK 然后呢 感谢主 前面那台车的后座被撞到 已经不能开门 然后凹进去 还好 他们两夫妻坐前座 后面是行李 然后呢 我们撞到那台车 跟我们是同一家租车公司的 然后警察就来处理 后来简单说就是 其实感谢主 撞得还蛮严重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人受伤 那好车真的有差啦 特别真的是 在无限速高速公务 在那买好车 好 我没有在广告 然后呢 真的就是 我们那个车 那个奥迪那个 其实只凹一点点 那台车比较便宜的 他住比较便宜 他就真的后面这样整个凹进去 可是人没事 好OK 然后呢 后来我们就处理 然后变成是 我们被驻车公司分配到一台小小的小车 然后那个人开大车走 因为我们犯错 然后后来好像才赔了 好像800块欧元 还好啦 因为有保险 800块欧元 其实这样子算非常非常非常便宜 好OK 然后那个人也是基督徒 我们还聊天 还为他祝福祷告这样 然后他们就开着大车 我们就开着小车走 然后我们就开那种 原本开蛮大的 是那种 类似差不多七人座 然后呢 我们开到 我们后来换小车那种 小小的 四个人座 所以我们行李都放在脚上 然后每一个人脚都行 然后这样开开开 然后开去慕尼 还被警察抓下来 因为我们很像偷渡客 好啦 这两件事 我们讲这个故事 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心悦属于真正在心思一年 那个时候 我跟湘君 我们只知道这有问题 所以我们敬拜 然后我们赶快交给下一个人 可是那时候我们不懂得抵挡 那时候还没念圣经学院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要做的事情 不是交给表弟 是交给耶稣 好不好 所以你那时候说 奉耶稣 我抵挡这个 所以我现在懂了 这都是切身体验 我现在懂了 奉耶稣的名 我抵挡这个撞车的念头 我奉神祝福 我会健康平安 稳稳的到 祝福 你看如果我那个时候懂得抵挡 那是不是都我开 我如果看到那个 我会杀战 因为我知道那个是停的 那因为我表弟的经验不够 他要撞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事实上如果我们那时候 懂得处理的方法 你现在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出来 你常常会 你实际常常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 我要奉耶稣 你抵挡那个会撞车的念头 我奉耶稣 你抵挡那个攻击 我一定会平安 我会健康 我精神会很好 我会有正确的判断 你要这样宣告 然后嘴巴说出来 嘴巴是让你宣告 神的心意正确的话 仇敌可以丢思想给你 就很像 你不能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去 可是你可以阻止鸟在你头上 阻巢 懂吗 特别是那个头发很碰的人 其实应该蛮舒服 所以你要阻止它 所以念头飞过来 你没有办法阻止它 可是你可以抵挡它 不能够进到你的里头 这就是心约属灵征战 而且你这边提到 这样各样的计谋 自高之士跟心意夺回 是不是都是心 这就是心约的属灵征战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念头说 我已经起床 我会老会笨 我会愁 抵挡它 懂吗 奉顺我会健康 我会强壮 人家几岁 长怎样不干我的事 我就是会健康强壮 然后你看到那个新闻说 那个东西 资讯够了 就不要再看了 越看越害怕 然后奉顺你抵挡 奉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全家人都平安喜乐 然后做该做的 口罩洗手 然后该吃 该吃的营养的各样的东西 然后休息 该做的做 然后抵挡它 不要让你心事严被偷走 特别在这个时候 你要去抵挡 你看那些就是各样的计谋 对不对 它就让你害怕 然后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面和尔本番 使他都顺服基督 不是把你的心意夺回 让你顺服基督 其实是把你的心意夺回 使你都进入基督的顺服 你看到这个英文版本 Kim James 是the obedience of Christ 是让你把你的所有的想法 进到the obedience of Christ 是进到基督的顺服 所以意思是什么 新约的属灵征战 是当你的心思意念 有什么不对的时候 比如说仇敌说 你会撞车 我奉顺你 抵挡你 我不会撞车 因为耶稣在实际上 做成美好的工作 所有切的诅咒 已经归在实际架上 就算我不好 但是魔鬼 那个罪在 耶稣已经背负 我不欠你 而且耶稣加倍偿还 所以奉顺我 抵挡你 因为耶稣 因为我进到耶稣 完全在实际架上面的顺服 所以你可以做好这些事 懂吗 所以你现在在这个状况里头 特别是在这个洪水败一致 在这个瘟疫的时候 你常常有害怕跟担心的念头 你要抵挡它 你要把它打掉 你要不要让这个念头 进来跟害怕 可是你做该做的事 我做这些事 因为我们的政府 告诉我要做这些事 我做这些事 因为我爱我的弟兄姐妹 就很像你现在戴口罩 因为你爱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不戴口罩 因为我不是 因为我还是爱你们 但是因为我要你们看得懂 不然你们只能看我的眼神 很痛苦 所以懂我意思吗 我们不在恐惧里行事 我不是害怕才戴口罩的 我是因为爱而戴口罩 我因为耶稣而戴口罩 我顺服在上掌权者 因为耶稣要我顺服他们 了解 所以因为基督这么顺服 因为基督这么顺服 所以我可以抵挡这一切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经文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圣经上有说 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些人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你可以承受世界 这个世界是cosmos 是宇宙 你可以承受这个世界 不是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可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你总是没有得着 你总是没有得到 那个你觉得神说答应给你的 透过先知或你自己领受的 很多东西没得到 为什么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4章14节请念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四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这边提到 怎样让神给你应许废弃 就是属乎律法的人 你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人 你想要靠自己行为好的人 那个应许就会废弃了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你要安息让神来做 我们是靠自己努力做 你知道吗 我们在出外集义十九章 那个当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 百姓对神说 凡你所吩咐我们都要遵行 那个字的原文 我们已经去录了 之后会推出 我们去请我们的以色列的 住在以色列的华人 住了四十年的资深的华人 我们的逆那个导游 他来帮我们做 简单说 他直接帮我们念的那个圣经的 七博来原文的经文 那句话真的意思是 可以翻成这样比较简单 就是凡你所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做得到 凡你所吩咐我们 我们都能遵行 所以其实是 为什么会进到 出外集记忆发现 十九章以前那是一到十八章 他们也是一堆怨言一堆问题 神没有处罚他们 神供应他们 十九章之后 他们说 你讲的我都做得到 来啊 我就照你所求的 你既然说要靠你的行为 犯错就要承受啊 了解 那有人会说 没有 那就很像管教小孩 前面跟他讲不行 后面他做了就要处罚他 如果是这样 你的小孩 你跟他讲三次不行之后 就会打死他吗 不是啊 他一定是 你现在跟他讲 他错了 再跟他讲 他还错 你可能处罚他 然后之后 你不会每次都处罚 你会再跟他讲几次 他再做再处罚 对不对 所以 可是出外集十九章 很明显的 之后每一次发怨言或什么 就有很严重的 瘟疫或灾难 可是前面怎么讲都没事 因为他们选择用自己的行为 OK 这边也一样 如果你想要属乎律法才得 或是 你想要靠自己做的好 才能够得到这一切 应许就会废弃了 意思是怎么样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性而得的义 你要懂得 你不是靠着做的好 但是你要讲 那我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是安息 很多时候是让神来做 很多时候是 他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 懂意思吗 慢慢地与他同意 很多时候 就是 没什么好做 但有些时候 也有与他同行的那块 当然现在没有时间 去讨论这个部分 所以你要知道 应许也就废弃了 原因是因为属乎律法 那你会觉得 牧师 可是我还觉得 我有点律法 应许是会废弃 我放心 恩典比律法大得多 恩典就是你做不到 你连不要律法 这件事都做不到 这件事恩典还是会cover 所以你应许还是可以 不要废弃 往那方向前进 可是也许 你能够除掉更多的律法 在你生命中 律法的思想 律法的行为 律法的相信 跟那些东西 一点更多的除掉 那个应许就要更多的成就 比如说神应许你 有 比如说祂原本要给你 五亿 你这一生 祂要给你五亿元 也许你除掉 更多你可以拿到五亿 可是你没有办法 除掉 你可能拿到三亿 两亿 也好吧 对不对 也好吧 不要 主要不要 我要 你知道吗 两亿很好 但是不要拿到三星 二亿 对 你要继续跟从神 这样 好 OK OK 好 所以呢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请念 你去查经会发现一件事 耶稣在整个福音书里面 祂从来没有称神说我的神 祂只称神我的父 只有在这里称我的神 祂当然有说我的父我的神 或什么 但是如果祂只称神 说我的神只有这里 祂为什么不称我的父 你知道吗 因为耶稣在实际上 背负了所有人类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罪 对不对 所以罪真的 隔绝了祂跟父 祂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祂现在称父为我的神 可是呢 一罪不两罚 对不对 原本的爱子 不能够再亲切地称父 我的父 这个时候 祂被受了这个惩罚 我们这些原本犯罪的人 我们却可以怎样 原本我们最多 只能称祂我的神 我们却因着 后面这个经文 加拿太书四章六节请练 你们既为儿子 上帝就猜祂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所以祂称主啊 我的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称天上的父 回我的父 你知道有别是阿爸父 阿爸父 是亲密 是Daddy 不是Father 当然也可以是Father 可是这个阿爸父 是非常亲密 那个关系是Daddy 是你的孩子 小时候跟你塞奶 那个Daddy 那个你小孩子 他在他的房间里面 然后晚上睡很晚 突然看Daddy Daddy 这个时候你会冲过去 还是是妈咪冲过去 你们家怎么分工 我不知道 但是你会被那个融化 你会为他献上一切的 那个Daddy 就是因为耶稣在石家上 说我的神 所以你可以称他我的父 阿爸父 阿爸天父 因为他的儿子的灵 进到你的里头 然后你也知道 另外一件事 你想要耶稣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 要为你钉石架 你知道了 因为耶稣在石家上 为你背负一切的罪 那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 还要复活吗 就很像是 当有一个人为了你 被关在 假设你一个国王说 我要把你关在监狱里面 除非你找得到别人 来替代你 结果你真的找到了 他真的愿意帮你被关 假设十年 然后你这十年 都很恐惧害怕 因为你怎么知道 国王会不会改变心意 叫你进去再帮他 关剩下了三年 两年一年 直到那个人 从里面被放出来 在街上看到他 你就不怕了 因为连国王 都不可以一罪两罚 对不对 所以耶稣在石家上 收了这一切 你感谢主 他为你背负了这一切 然后他因为死 因为罪的刑罚 变成死 他死了 然后他又复活了 当你看到复活 就很像你看到 那个人被关出来 他走在街上 刑罚结束了 我没事了 连国王都不能再 把我关进去 耶稣复活了 我没事了 连国王都不能再 把我关进去 天父也不会做这些事 所以你看到 耶稣复活了 哈雷路亚 这就是我们的主 他的儿子 为我们罪 做了很回忌 这就是爱了 钉在石架上 背负这一切 所以你想 你能够做得多好 来换这个 不可能 你要怎样能够换 耶稣为你钉石架 简单这样说好了 如果人家要买 你儿子的命 多少钱你愿意买 你现在真的在算 好了 耶稣却愿意 为你舍去 他自己的生命 他自愿 就算耶稣自愿 天父可以舍不得 天父最爱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的独生的耶稣基督 他也把他给出来了 你愿意 人家买你儿子的命 你多少愿意卖 你现在缺钱是不是 缺钱卖儿子的命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耶稣却愿意 天父却愿意 圣灵却愿意 这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你现在大有盼望 当耶稣死在石架上 你继续活在这里头 你可以平安地 度过这个风暴 你会发现 有一天就很像 你现在看萨斯过去一样 有一天这一天会过去 这不是末日大灾难的那个灾难 但是我们也要预备 因为绝对书真的快来了 我们要预备 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 有一天世界会结束 什么事情都有开始有结束 世界本来就应该有结束 而且现在开始往那方 但是不是什么 我上上周才有讲过 不是今天不是明天 今天印证 我也跟你讲 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 下周我还会再讲到 那换相军牧师讲的 我还活着啊 还算吗 所以懂我意思吗 我们要活在一个 有神给我靠的安息里 但是又与他同行 然后懂得抽屉 给你那些攻击 抵挡他 倚靠神 那我怕已经闭起来 绝世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耶稣基督里 主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我们的心 进到耶稣基督的顺服 因为主耶稣基督 在实际上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实质架上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背负了死亡 然后他又为我复活 所以我看到耶稣复活 我可以安心 我不再被这一切追讨 主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看到新闻 看到这个世界 无论你看股市 看这个世界 现在都几千点 几千点这样子涨跌的时候 主要祝福你来保护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不是看数字 也不是看新闻来决定 我们是看耶稣 耶稣基督是习在今在 永不改变的神 他爱我们 他在这个洪水泛衣之中 人就更爱我们 要保守我们 主要释放你的安息 释放你的安静在我们当中 很多时候你过度去做些什么 反而不好 有些时候你很紧急地说 我口罩没头 赶快去排队 结果你排的那个地方 反而危险 也许你就是安息下来 让神来引导你 保守我们 有一个安息安静的心 主要谢谢你 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美好 我们永远称义 我们永远称义 保守我们在对的地方 去做对的是遇到对的人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耶稣 我们做好这一切 奉神祷告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 做恩宠宣言 打从心里面来念 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 才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生生被爱 我永远脱离 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就是我们向您献上感谢 谢谢你 主要我们 现在正是我们 做光做眼的好时刻 当世人恐惧害怕的时候 我们与神同行 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们不试探神 但是我们也不用 恐惧害怕的 好像完全的 好像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因着爱 我们戴口罩 我们因着爱而洗手 我们因着爱而 做各样的防疫的事情 但是不是因为恐惧 主要并且知道 我们不试探我们的神 我们不是好像 因为有神的话 就闭着眼睛开车 我们乃是 做该做的防疫 该做的各样的事情 然后知道 白日太阳不伤我们 夜间越来不害我们 我们知道 五间灭人毒病 各样夜间的瘟疫 各样的事情 都不会临到我们 那个毒箭也不会临到我们 然后我们抵挡 那个错误的思想 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当有那个 任何恐惧害怕的凤凤 就捆绑他 抵挡他 然后胜过这一切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安然度过 就要不仅安然度过 而且得胜的度过 而且你经过了这一切 会发现 原来真的上帝 完全掌权 祝福这里每一位 使我们出远蒙福 入远蒙福 居舍不居 也在上不在下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生意 或者是我们的家里面 都平安 主啊 你在荒年中 给我们百倍的收成 如同你在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已经做了 所以求你保守我们 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遇到这样压力的时候 你保守我们 给我们智慧跟聪明 做正确的选择 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跟聪明 做正确的选择 在完全的平安里面 谢谢耶稣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离 感动的交通 从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听完今天的分享 再来我想邀请你 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 是白白的礼物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闭上你的眼睛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得到这个美好的祝福 好 要开始了 请把眼睛闭上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来祝福我 来祝福我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一样 我不再一样 我进入蒙福的人生 我进入蒙福的人生 我要看见美好 我要看见美好 看见丰盛 看见丰盛 看见荣耀 看见荣耀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祢现在来充满我 请祢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使我精力超自然 使我精力超自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祢带我回家 谢谢祢带我回家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